有人說收藏對社會沒有貢獻 但我覺得我在做的事是在承傳香港的歷史 很多東西我們都有收藏 包括龍珠閃卡 地契 銀票 車票都會有 說到我們最喜歡的收藏 就是香港鈔票和銀位 這個舊的一毫子 因為它是一個錯體的關係 當年不應該留在市面 保存得這麼好的話 現在可能值幾百或幾千元 這一本簿就收藏了很多 香港很珍貴的舊鈔票 銀紙的設計往往保留了 當年年代的一些含意 香港的話就會有一些羅馬色彩 或者有些英國殖民的色彩 現在就是值幾千元 甚至有些可能過萬元一張 當中的圖案任務 其實是人手一下一下地釣出來 所以這裡每一件都是一件藝術品 對於我來說 收藏的目的不單純為了錢 或者一門生意 無論在店鋪 還是出來擺攤位 或者市集 大家也可以在舊物件裡 找回自己的童年回憶 或者香港的歷史 或者給小朋友 也可以接觸到上一代人的生活 或者物件 好像龍珠閃卡為例的話 其實已經成為了 七八十年後的一個集體回憶 所以這些閃卡 現在很多都升值了數十倍 在我眼中 其實回憶值多少錢 其實是沒有一個絕對的準則 而我的工作就是 成計著 亦都希望可以 承傳到一些舊的香港歷史 以及幫大家 找回當年屬於自己的 一些珍貴的回憶 我叫張仲星 是一個收藏家 生活在步伐急速的香港 我們往往分裂了回憶的價值 在舊事物裡從十集體回憶 就好像在繁忙的生活裡 找到一個全食的空間 在舊事物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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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在舊事物裡